這位朋友給我們留言 他說這個有點小小的尷尬 就是平常就是自己的口氣不是特別的好 就是我們平常說的就是有一點味道 這個味道不太好聞 他想請問一下我們的專家說 如果有這種嘴巴裡面有這種不好聞的味道的這種時候 平常有沒有什麼飲食需要注意 可以改善一下的 然後尤其是在 因為好像就說你這種聽起來不是一個特別大的事 但是又特別讓人尷尬的事情 應該怎麼樣通過飲食的調理 才可以變得口氣更加的清新呢 好的 那我們請到了我們美國維康健康養生顧問Lily劉 來幫她回答這個問題 莉莉你好 莉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聽眾們大家好 因為這個口臭啊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口腔中發出來的一種異樣的味道 其實在生活中雖然說這個不是什麼大病 可是口臭已經就是引起來就人們正常的社交了 很多人都因為這個老有口臭覺得很自卑 然後造成了心理的壓力 然後會造成其他的問題 其實我們講口臭呢 它有很多很多原因 比如說我們其實它最會禍首呢 就是說 牙菌斑 就嘴巴裡面有很多口水 它那個粘性比較強 而且呢 特別容易滋長這個細菌 所以這個食物夾在這個牙齒中間呢 那麼這個細菌的滋長非常快 所以呢 它就會有這個味道出來 那麼還有像這個舌苔 我們說很多舌苔 它也有這個有餓臭這個細菌 那麼說有些人我們刷牙的時候一定要刷一下這個舌苔 那比如說愛吃這個洋蔥 大蒜呢 或者還有吸菸 這個都會造成這個嘴巴有味道 那麼作為西醫來講 他們覺得就是很多就是覺得口腔疾病 比如說我們齒牙呀 牙韻炎 牙周炎 口腔連膜炎 以及柱牙 牙周炎 對口腔疾病呢 它都會造成這個嘴巴有味道 還有腸胃道的疾病 喝酒 喝咖啡 抽煙 那平常很多這個人喜歡減肥 減肥的時候呢 它會造成它這個其他的免疫力下降也會有這個問題 那麼還有很多我們的女孩子呢 就是因為這個月經就是內分病失調 也會導致這個口腔的問題 還有長期便秘 糖尿病 心理壓力 最關鍵很多人肝有問題 我們說肝它燥熱以後 它一定會反映在嘴巴裡面這個有問題 作為中醫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要調理 肝腎 還有像這個皮 皮胃這些 所以呢 我們平常要注意什麼東西呢 其口臭不怕 只要您不是這種頑固的疾病 去看過家庭醫生沒有說大的疾病 你平常可以 比如說勤刷牙 早晚刷牙 最好用牙线 然後就是改善它的腸道食物 以清淡為主 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 每天要喝一定的水保持口腔的私韵 那麼嘴巴裡面比較乾會引起口臭 還有像茶葉呀 就是含在嘴巴裡面也有很好的效果 還有頑固性的口臭呢 就是一定要每陣飯吃完以後要刷牙 所以在平常呢 工作的這個緊張的時候要保持良好的休息和睡眠 那麼這樣的話呢 就對口臭也有好處 特別在兩層之間能夠吃一些就是維生素豐富的這個 比如說水果啊 或者是蔬菜這方面 那麼用一些天然的 像我們說用這個Slimarine 這種很多這種西方的草藥 大家可以在所有地方買得到 可以起到這個保護肝臟和腎臟的這個作用 增加免疫力 這個都是有好處的 那麼平常呢 大家還可以用這個荷葉 就我們說在很多地方都買得到這個荷葉 乾的荷葉 它可以來沖泡水 來可以長期的喝 這樣對口臭也有好處 那麼用山楂也可以出口臭 那麼橘子皮 甘草 白糖加在一起也可以出口臭 那麼蜂蜜 葵花籽也可以出口臭 茶葉 還有橄欖 淋反水也可以去這個口臭 所以這樣的話呢 如果我們只是說 你說要簡單一點的話 就是用這個泡茶 每天當茶喝 對這個口臭就一定有好處 如果你想清乾排毒的話 其實您可以用冬瓜 赤豆 還有像橘皮 或者是加一點淮山 加一點這個鯨魚 就是大家可以買魚片也可以 或者買活雞也可以 這樣煮它的湯呢 不但能夠清乾排毒 而且對口臭就非常多的好處 好的好的 謝謝 謝謝我們美國維康健康養生顧問莉莉莉 我們的專家就是有很多的推薦 就是全是我們在市面上都買得到的這種簡單的這種食材 然後就可以幫大家 可能有些朋友呢 有些這方面的特別尷尬的這種情況 如果有些朋友不好意思說出來的話呢 不妨可以去试一下